21日晚,琼瑶、宋芳金等111位编剧、导演、制片人、作家联名呼吁不要给抄袭剽窃者提供舞台,并直指郭敬明于正在综艺中进行话题炒作,引发业界反感。 2014年,琼瑶起诉于正抄袭他的电视剧《梅花落》并胜诉,但是于正拒绝道歉。 2006年,法院派决郭敬明所著的《梅花落之多少》对庄宇圈里圈外整体上构成了抄袭,但是郭敬明迟迟未道歉。 联合签署名单中有琼瑶、高群叔、白艺聪、董润年等。